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白龙马踏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 都是披着人皮怪物的惊悚短片《魔鬼医院》 漂亮的小红坐在牙椅上等候医生 对面的X光照片台无缘无故发亮 小红被照片吸引 此时攀在墙边的水管忽然开始震动 似乎有什么东西沿着管道爬到水龙头准备破除 小红死死盯住水龙头 结果却是一滴水从里面冒出来 小红翻了个白眼 自己坐了那么久心里破垫 原来是自己吓自己 他掏出袋子里的镇定药 吃下后 对面病房的门支牙医生打开了 坐在牙椅上的男人正大口喘气 表现得十分害怕 小红好奇打量着 但里面的护士很快就关上门 随即迅速啰嗦 小红见此有点心急 他听到对面病房里的男人在不停地惊叫 他想走进去听个仔细 却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医生阻止 医生客气地将他请回牙椅 还表示这是常有的事 病人们都抗拒看牙医 经常过度反应 漂亮的护士推着手术器械走了进来 两人为了让小红安心 还特意开起了玩笑 医生向他展示麻醉器械 他说 时代在进步 器械也是一代生过一代 他们用的这台麻醉器械 不会让病人感到疼痛 说着说着 小红就被带上了麻醉呼吸器 医生拿出比人海粗的针管对着小红 要求他斩嘴 奇怪的是 医生看到他的牙就移不开眼睛 一直称赞他的牙 随后医生就开始拔牙 小红紧紧抓死了旁边的把手 砰的一下 智齿就被拔了下来 医生一边给他削图 一边给他讲故事 说从前父母们都会把孩子的牙齿埋在地里 有一种专门使用人类牙齿的种族 叫做骨族 他们收集这些牙齿作为食物 但是人类搬迁城市后 骨族就没法拿到牙齿了 小红意识到不对 还带着麻醉呼吸器 整个人跟物理看花一样晕乎乎的 忽然靠近的护士被他下意识推开 手术机械被打翻在地 护士背过身去收拾 小红定睛一看 护士脖子上挂着一条明晃晃的项链 他吓坏了 开始闹着走人 医生制止住他 慌乱间 小红一把扯下了医生的皮 眼前的景象十分甚人 旁边的护士 直接加大麻醉呼吸器的剂量 小红昏过气前 看见医生拿起拔牙签对准了他 等他苏醒过来后 早已记不清之前发生了什么 医生和护士欢送他出门 小红迟疑地走出去 随即门从里面重重关上 玻璃窗上倒映着医生和护士 在大快躲移 但看不清他们在吃什么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看完片子的你 会不会也这么害怕牙医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这里是白龙马他电影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